大家好 欢迎来到夫子game频道 这期主要是教大家一些沙兰的使用技巧 以及一些顶尖的细节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小伙伴要问了 我一个不玩沙兰的人 看你这个沙兰教学有什么意义呢 所谓孙子兵法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今天我孙子 不 今天我夫子game 就来教大家如何使用沙兰 沙宝教来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沙兰的技能选择 和天赋该怎么带 技能选择呢 F技能选择带第二个追踪 追踪的容抽率非常非常高 在实战当中是最实用的一个技能 那么大招V奥义带什么呢 一般情况下可以带第一个 因为它有持续15秒钟的控制 像其他两个的话就只有12秒钟 那么你在里面拉队友 或者是在里面打药的话 都是会更加放心一点 那么如果你喜欢吹人的话 你可以带第三个 那么天赋液该怎么带呢 沙兰在打团战当中 大招非常的重要 所以咱们要把这个路气点满 红色这边带每秒路气恢复 上边伤害转换带一半 受伤路气转换带一半 如果你输出打得高的话 可以选择少带点受伤路气转换 换成伤害路气转换 绿色这边毫无疑问 经历上线拉满 下面蓝色这边可以选择飞手距离 或者按照你的喜好 调整成技能冷却速度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极端的带法 就是把所有的经历拉满 那么这套经历拉满天赋 也是适用于所有的高手 当你对自己的输出足够有自信的时候 你可以带这套名文 因为你如果输出打得足的话 说不定你比带路气名文 大招好的还要快一些 接下来先教大家一手六段跳 总共跳六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总共可以跳六下 这个技巧可以在你被追击的时候 以及火栏想疯狂撞你的时候 可以用 或者是万人轮想疯狂追杀你的时候 都是可以用的 那么具体的操作呢 就是空格 空格 F 空格 空格 F 空格 空格 可以在空中滞留很久 非常的好用 甚至于你可以说 你飞起来之后呢 哎 钩索跑路 都是可以的 那么 F 释放出来之后呢 会形成三个风球 会挡住对面三发远程武器 不管是弓箭还是黏武 但是呢 挡不住爆炸类型的武器 比如说火炮啊 一窝蜂啊 混火器啊什么 那么接下来讲一下这个 F 的控忍技巧 那么在很多新手刹栏那里呢 不会犯一个错误 就是就是以为这个风吹出去之后 就立马是锁定人跟踪的 其实并不是 如果你往这边丢 哎 它就飞出去了 就飞走了 就白了个歪 并不会从你出手的那一刻 就锁定的一个敌人 往上里面飞啊 它的追踪原理呢 是在你个风会直线飞行一段距离 然后到达敌人的一定范围之内 开始追踪了 然后把它吹起来 那么如何提高我们这个风之精灵的命中概率呢 假如说对面在跑啊 对面在走啊 准备逃跑 或者是正在战斗的状态 好 我们风之精灵如何把这个 更好的命中 风吹过去之后 勾手控一下它 把它控制硬直 风吹出去 勾手控一下 接下来教大家如何用你的风之精去打伤害 首先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都会使用这个风吹过去之后 来冲过去 虚立 那么这个冲过去右肩虚立呢 最好命中的是这个长剑 因为长剑的纵向距离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好 但是在实战当中呢 其实吹风过去 虚立右肩难把体 是一件非常的低效率的事情 因为首先你得去贴到那个人身上 你得贴到他面前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你风吹到他之后呢 你并没有办法去贴到他身上去 那么在实战当中 还会尽量出现这种问题 你把人吹起来之后 你正好一个虚立 到他的脚底下 结果你的蓝霸底虚立就打空了 那么如何完美的解决这种方法呢 就是你把人吹起来之后 掏出你的远程武器 直接射它 直接射它 这样输出的伤害呢 比你的右肩难把体 蓄力伤害还要高 而且更加稳定 那么得把远程武器 最适合呢 其实是这个 一窝风嘛 一窝风 一窝风的伤害 是这个被吹起来之后 伤害最高的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咱们能备戴的是这个弓箭 弓箭呢 其实可以把这个吹起来之后 最多可以射它三箭 伤害是非常的高 总共三箭 三箭的话 它的甲直接没了 然后只剩一点点残血 前两箭呢 是射在它这个 被吹起来的空中 最后一箭呢 是要预判它的落地点 弓箭去射人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这个虚地去射 假如说我们用虚地射会发生什么 这个人就被射出了这个风的控制范围 直接会有一个击退的效果 然后射出这个风的控制范围之后呢 只能射中一箭 只能虚地射中一箭 虽然这一箭伤害很高 但是跟三箭的伤害加起来 还是会低一些 除非你只能确保 你当时只能射中一箭的情况下 你可以虚地去射它 那么如何才能躲避 这个自动最终的风之精灵呢 其实咱们直接蓝霸体虚地 就可以躲过去 因为蓝霸体会不受它的控制 有了武器的蓝霸体 它这个虚地会比较短一点 蓝霸体持续时间会短一点 就比如说像这个拍刀 你如果时间没把握好的话 最后还是会被控起来那么一秒钟 像扩刀这个东西呢 就比较厉害了 因为它所见虚地的时候 你甚至还可以走动 那么如果我们是杀蓝 对面直接蓝霸体虚地免控 怎么办呢 这还得了 我告诉你 直接拿出弓箭 直接射它 直接拿出你的远程 不管什么远程 你直接射它 那么由于被这个风之精灵 接触到之后 精灵只会清零 所以它蓝霸体虚地的时候 是无法躲闪 是没有办法闪避的 只能原地爬战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一讲 这个杀蓝的大招 释放杀暴 一般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往前跃进 还有一种是原地释放 那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原地释放 都是非常愚蠢的一个行为 那么什么情况会导致 你的大招原地释放呢 要么就是前面 站着一个人 挡住了你 或者是一个什么建筑物 或者是一面墙 一棵树 在前面挡住了你 让你没办法往前跃进 好 释放杀暴 这会导致原地释放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会导致你的大招原地释放 就是你人在空中的时候 就比如说你跳起来释放 或者说是 像这旁边 像有这种地形 有这个小坡 你走下去之后会有一种 会滑一下 像这样滑一下 像这样滑一下 比如说这个坡 像这样滑一下 这种时候 你就会导致你的原地释放 那么大家在游戏当中 也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么像这种地形呢 我觉得是这个游戏里面 最愚蠢的一个设定 因为你那么滑一下 就相当于你被沉没了一两秒钟 这个期间你无法闪避 就比如说有人把你打到这个墙角上面 打到上面滑了一下 你就等于直接被沉没了一秒 两秒钟 就被他接着你 就被他打到死 那么给大家示范一下 空中释放会导致什么后果 就是这样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比你向前越近 释放要慢很多 非常容易挨打 而且非常不好控制距离 有很多情况下 你并没有跳 或者是你前面并没有什么障碍物挡着你 也会导致远地释放 就是因为这个你被踏空了 踏通在空中了 就摩擦到上面去了 滑了这么一下 这样也会导致你的远地释放 好 接下来讲一讲 如何完美的把人框在这个边缘里面 尤其撒棒呢 是只有这个边缘能把人控到里面 让人捂着眼睛哭的 我们离这个敌人一两米的地方 转头往左或者往右 不要往后啊 跳方 就正好能把它控到这个范围之内 接下来讲一讲如何最大程度的 把人控到沙暴里面之后打出伤害 那么由于沙暴开启之后呢 这个封墙会挡住所有的远程伤害 所以我们只能在里面用近战打出伤害 除太多以外 所有的近战武器都会把人打出封墙 很多人喜欢把人控住之后 虚拟把它打一下 他就出去了 他就出去了 出去了之后他就跑了 或者是控住人之后接个龙王破 但这个龙王破也会把人打出去 其实最好的方法呢 是找个泰刀过来 控制一手 然后右肩虚地 卸了右肩虚地 卸了右肩虚地 无限百列斩 能把里面控得死死的 假如他这个时候要出来 你右肩修正一下他 屏内修正一下他 然后继续输出 我让他动起来 好 把人控在这里面之后 虚地 他假如跑出去 右肩修正一下 继续虚地 修正一下 继续虚地 他要跑出去的话 记住你这个泰刀 白列斩打出去之后 千万不要把后面这一招打出来 这样的话 你就会把别人打飞出去 千万不要把后面这招打出来 当你应对一个敌人的时候 假如说他是一个和尚 他是有大招的 你把他打残之后 他想立马变佛的话 你就粘他一套 你就粘他一套 这个时候立马转身 把他控起来 不让他变佛 直接把他去到死 让他没有机会变佛 好 那么今天的杀兰教学呢 就先讲解到这里 那么这个游戏呢 技巧是一方面 意识呢更加重要 那么在后面的实战视频当中呢 我会讲讲杀兰的使用意识 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了 我是Fuji Game 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大家拜拜